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 預約袁醫生會診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 今次介紹的療劑 叫做 symphitum officinalis 折骨草 symphitum officinalis 英文叫做 comfrey comfrey 折骨草 折骨草在醫學上 過去一直是屬於一種叫做 創傷的藥 vulnery vulnery 是那種創傷藥的 尤其是在骨科裡面 是常用的一種草藥來的 過去他們就會將 顧名思義 你看到 這個名字是折骨 骨 斷骨來切骨 這個草藥 那個根部 就有一種 結晶的物質 就會 增長刺激骨 細胞的成長 而且是 繪洋的外傷表面 那些外細胞 是幫它 刺激它復原的 通常用法 他們就會將這個 折骨木的根部 來刺激它 劫碎它 將醬汁 擠出來 加上酒來飲用 通常用來這些 內傷 傷口 出現 吐血 這樣 這個很明顯 這個就是一種 治療的創傷藥 而他們在外科 通常用於一些包紮 因為它本身是 拿那些新鮮的根部 就榨汁之後 就用來包紮 包紮一些傷口 令到傷口 尤其是那些 骨 出現那個 受傷之後 好了 在傳統上 它通常是 用來治療那些 腰背痛 因為可能 劇烈的動作 可能是摔角 或者甚至乎 過度性的行為 導致腰背痛 或者甚至乎 是蒸餾這種情況出現 都可以用這個 折骨草 薄用這個折骨草 幫助它 那麼我們看一下 折骨草 在醫學上的特性 它是屬於一種 叫修煉的 Extranger 那種黏醬的 Mucilagenous Mucilagenous 是黏醬的 Glutinous 膠狀的物質 通常就幫助 在一些受傷的 脂部 是用來包紮它 通常會用 如果根部的皮 刀削除了 用骨的黏液的醬 成為一些漿 包著 沙布 包著受傷的竹部 差不多 可以包紮到 像打石膏的作用 在祖然的草藥,通常被跌打,跌打老,跌打的醫生經常都用 差不多可以說它是一種秘方 通常它就包紮了傷口,或者斷了骨折,不再動它 通常沙布不再用,不再換 一時加一些新鮮的草藥 在高柏林,有一位Sir William Thompson 這位醫生,曾經處理過一宗面部惡性腫瘤 這個腫瘤是伸展到鼻膏 這位起微鏡發現,屬於一種叫做原細胞的溶柳 叫做Round Cell Sarcoma 這個病人初期有一位醫生幫他用開刀的方法處理了 即是切了這個溶柳,面部的溶柳 但一個月之後,這個溶柳又很快又生出來 令到整隻右眼都遮蓋了 又藍,又蠻緊,總之一發一塊塊 這位治療的溶柳的溶柳 知道Thomson 的醫生說,他不能再幫他開刀 結果後來,他使用了折骨草的外膚方法包紮 竟然在一個月之後,就完全康復了 這是其中一個案例 過去在同位療法的醫生,包括Dr. Grima 就說,這個折骨草是用在治療很多的 藍床上醫療很多宗的,我們叫做豆膝 那個Antrum的原細胞的浴柳 通常是空間,鼻豆方面,接近鼻膏 或者耳後豆,耳豆,Mastoy 的地方 在這個空間的豆膝裏面,出現這些溶柳 亦都使用很多宗的骨癌 治療的效果,通常會用在一些骨膜 Periorosteum,或者骨的結構 令到骨膜容易縫合,出現骨膜 慢慢地複合它 尤其是一些比較複雜性的骨折 就是compound fracture,很多碎塊 這種情況之下,這個療劑是很好用的 有些骨折很久都不符合,很慢很久都不符合 好了,折骨槽也是用在一些眼球的受傷 因為可能有些硬物,波,擊中眼球的問題 通常我們會第一個考慮是用生甘車 生甘車之後,如果沒有完全康復 都可以切住,用這個折骨槽 甚至乎是高軟,可能有撞擊,打球,不小心 或者被踢傷了高軟的痛 或者腰背痛,因為過度性的活動 導致腰背痛 另外一種叫pulse disease 就是脊骨的椎 脊骨裏面出現了一個問題 牛皮痴,甚至乎因為跌傷、撞傷 出現皮膚的瘡界 這個療劑也很好用 還有一個個案,試過用一些復古溝的小腸器 都試過局部外膚去用 都可以醫好,曾經醫好這一類復古溝的小腸器 Ingurnal hernia 好了,這個療劑主要是當你遇到有些人斷到骨 很久很久都不好 但要小心,因為這個折骨素很快會復合 通常如果我們斷了骨 如果骨是未曾復位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個療劑 就可能令到骨在一個不正確的位置復合了 都有個麻煩 通常有些人很快的人,很可能會這麼快 很可能要再打斷骨 再重新復位 所以最重要是斷骨 要弄清楚那位置復合之後 你先用這個療劑 否則這個療劑令你骨是對不正確的位置復合了 那就有些麻煩了 通常很快,很多人都猜不到断骨 一般来说可能要6-8个星期才能痊愈 但同样疗法的经验,很多时候用折骨草 在7天就复合了 所以用法很简单,用30C,一日用一两次 用一个星期,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我们遇到创伤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通常会用安妮克,生金车 或者白射筋,因为有时痛 通常你都不知道有没有断骨 所以你第一时间,通常会用安妮克,生金车和白射筋 白射筋的主要就是骨痛的时候断骨 它就不能移动,一移动就很痛 所以你第一时间会想到白射筋 如果当白射筋用了之后,只多痛 你要帮助骨的复合 你接着就要用折骨草 好,也有些个案 譬如有一个个案,有一只猫 跟猫打架之后 发现下额的一只牙 拔走了,离了位 他试过用这个疗剂 令它伸好,伏好 也有些个案,有人跌倒,碰到门牙 可以这样说,就脱了出来 也立刻用这个疗剂 令它门牙伸好,伏回位 进去 所以这个疗剂应用的地方是非常之好 好了,通常我们遇到有些骨质疏松 尤其是有些情况,有一种病叫Oseogenesis Imperfecta 即是一个小朋友的成骨不存 即是骨是确定删不住的 这种病的小孩子有的时候 骨很容易断 你不小心把它搬起,突然骨就会断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用折骨草 可以当作急用 接着可以用Cal Force 轮酸钙和碳酸钙 这种是一种慢性的处理的问题 好了,还有另外应用的地方 就是我叫残枝 即是切了枝之后 那种痛 我们也叫做幻想的痛 即是脚就切了 但是你总是觉得那只脚还是很痛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也有个个案 就是当有个人用手指断了 那立刻用回这个疗剂 这种疗剂 它加进去 令到它变得更好 所以很有趣 这个疗剂的骨是切得很好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那些血管 神经腺可能不能够完全切了 但是骨本身 你去包扎它之后 用疗剂 骨可以变得更好 好了,另一个就是那个眼 即是撞到眼 有些可能有一只波 或者有眼物 是撞到眼那里 令到眼都黑了 可能导致角膜的磨损 那多方面的眼的受损 这个都是一个常用的疗剂 那我懂得另外的疗剂 叫ruta 是云香 云香通常是当那个受伤 在那个拼骨 在那个颈骨 那里脚骨 或者在那个面部 那我会用云香 但是如果是 因为有一个可能的石头 飞来撞到那个面 那接着呢 虽然一个肿磨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要考虑 这个symphitam 这个疗剂来的 那还有手背 那个面 那个面额 甚至乎 那个尾龙骨 躺身 那当时呢 我都会想起 这个疗剂 就是arnica 或者那个 那个 金丝图 hypericum 那如果发现 都不可以 那你就可以想 接着呢 下一步呢 就可以试一下 这个symphitam 那是折骨 折骨草 ok 那 大家的痛是有些不同的 折骨草的痛是 冤冤痛痛的 而金丝图的痛是 一种蛇痛 一种神经痛的 那 那大家的症状呢 是有些少不同的地方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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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用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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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今次節目來到這裏 下次再見,拜拜 再見